大家好 这里是洛杉矶华人咨询网号时评的直播现场 准时与大家见面的焦点大家谈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关郭台铭退党参选胜算集合 那么在我现场的是时事评论员李秉信先生 李先生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 资深媒体人江汉先生 江先生好 杨阳好 李秉信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哈喽你好 这晚我在线打进来了吗 对啊 我那个 你好 主播你好 嘉宾你们好 你好 那个我就是想说 那个这个现在当代来讲 就是说有选举就是民主 民主就是政治正确 但是呢 我们在看到就是自从台湾有了政治选举 那种肮脏的那种政治把戏从陈水扁开始 这个整个这些选举的过程就是互相扁啊 就是谩骂呀 就是搞那些阴谋啊什么的 怎么看出是民主来了 而且就是这些人当选了以后 有没有一个告诉那个就是那个人民大众就是说 你要怎么增加他们的收入 增加他们的工作 要把台湾带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就繁荣的一个底下 有吗 就看来回是打 来回是打 另外就打就跟中国人就跟大陆在那打 而且你们这个选举的过程就特别的肮脏 那个像那个蔡英文 那个为了巴结那个美国 美国那个出售F-16 根本就不是一类的武器 而且好像还是用过的 然后呢就就差着很多很多的钱 比那个一般的市场要贵好几倍 然后呢台湾的领导就这样的接受 你说你这不是出卖那个台湾人民的利益吗 我真看不出你们这个台湾的民族 自由公平体现在哪一点 一点都看不出 就看得肮脏 dirty 这个网友在线吗 是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我在线 没错 有什么意见请表达 我知道 我的意见 一 郭台铭会参选 第二 民进党聚会继续直升 第三个话 我是感觉 整个一个来讲的话 如果假信 也如果假信 这个国民党 和韩国瑜当选的话 那么上台以后 也会发生 像太阳花一样的事件 把他搞下台 那么台湾人民也就是高兴一天 然后流泪364天 台湾继续会在四小龙中 继续这样沉沦 这是我的观点 台湾的政治很奇怪 台湾的民主很奇怪 台湾的所有的这种民主宪政 跟其他国家的不能相提并论 台湾的政治人物讲究的是砖角 OK 那么今天 郭台铭退选 我不讲在美东 他把它当着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来讨论 我第一个拨电话 我第一个就说了 这个不是大话题 最大的话题是什么话题呢 是马英九被羞辱 马英九被羞辱的时候 才引申出来更多的话题 大家可能没有关注 我对台湾政治 从陈水扁当选总统之后 我就一直在研究 OK 那么马英九被羞辱 延伸出来的话题 什么话题呢 有这个贵族狼 有这个金龙狼 有这个金鸣狼 也就是说放狼当中 分了几个层级 那么现在呢 支持韩国语的呢 就是这个平民狼 OK 中下层的狼 好 那么我们也没发现 台湾的政治 为什么刚才那位先生讲的 三喀都 造成三喀都 民进党百分之百当选 好 那么谁造成的三喀都 谁造成的民进党 哪一次第一票当选 OK 我不是讲高票当选的 是第一票当选 为什么造成第一票当选 因为民进党所有支持盘 最多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 对不对 可是三分之二的放狼当中 有没有发现 台湾实行民主宪政之后 选出来的四位民选总统 只有一位马英九 没有赞成独立的 OK 三位全部是台独总统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所谓的精英狼 所谓的这个贵族狼 就是骂马英九 这个话题延伸出来 这些人高傲的不得了 他不出来投票 这个才是让我们看得心疼的地方 好 那么今天看到这个民进党 又有当选的可人 你说国民党他还要闹吗 好 今天的话题 虽然说是这个郭台铭 要退选 要出来参选 没有问题 他退党 在参选 真的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马英九被羞辱之后 那么这些所谓精英狼 贵族狼 这些人 这2020一定会站出来投票 只要站出来投票 放狼一定赢了 一定赢 可是呢 团结 不要说了 因为 OK 我们回来讲 讲我个人件事 三月份我有兴趣 被朋友邀请到台湾 见到了韩国瑜 OK 跟韩国瑜见过一个面 那么在这个之前 我们还想见另外一个人的面 见王金平 因为那时候王金平说 他要出来参选 是因为他帮了韩国瑜 迎回了高雄 这个是很关键的 为什么今天 所有的国民党大佬要出来 要搅局 要出来参选 是因为韩国瑜 让国民党看到 一池春水的荡漾 因为开始 国民党世纪上来了 实际上我不赞成韩国瑜 出来代表国民党来选 是因为他守住高雄 就守住了国民党的执政的一个优越 可是他要出来选 出来选也没有问题 可是党内能不能支持 能不能团结 你没发现 王金平就不高兴了 因为王金平帮他胜选了高雄 实际上王金平希望韩国瑜能帮他当选中华民国2020的总统 可是韩国瑜基本上没有这么做 我们我上一份到台湾去有兴趣 朋友的签签见到韩国瑜 实际上我们到台湾去 希望那个时候 那个国台免没出来 上一份国台免没出来 那个时候王金平的胜伤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王金平和韩国瑜搭档 韩国瑜做副手 来选这个2020 国民党百分之百码魂政权 可是呢很多人说 好 这个韩国瑜是高雄市长 是 他可以代职参选副总统 法律上没有问题 法律上没有问题的 2020如果胜选 国民党胜选 全盘连立法会拿回来 第一天520就职第一天就可以修改法律 这个总统 这个副总统可以代职 可以兼论地方首长 对不对 很好的一盘棋 结果呢 脚啊 翘啊 翘翘翘了半天 最后锅台免断出来了 好了 现在的难题给国民党吧 对不对 这个难题给国民党呢 真的让我们所有支持中华民国的人呢 很焦急啊 很焦急啊 可是呢 最后有谁有智慧 能够让国民党胜选的 三卡都没有问题 我可以这么预测 如果国台免是来参选 那三卡都 国台免一定胜选 刚才江汉先生把我的观点误解了 我是说韩国瑜做王金平的副手 那国民党是百分之百当选 这是一 这是一 第二 你又没有发现韩国瑜在访问 第一次访问美国之前说过一句话 说王金平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观的人 然后呢 他说他要做四年 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 他把国家理顺了 然后呢 这个国家可能就更好了 韩国瑜亲自讲的这句话 当他讲这句话之后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有希望他们两个搭档 可是后来怎么翘 怎么翘翘翘翘翘 这个郭台免出来了 出来 郭台免出来是搅局的 如果说当初党内人士 有心来协调王金平和韩国瑜做搭档 竞选2020 郭台免不会出来 其他人也不会出来 吴敦毅也不会出来 因为王金平是什么呢 王金平这个人是这个 应该说政坛的一个老江湖 有票 有两票啊 有草票 有选票 蓝绿通吃 他不出来选 谁出来选 2020才能拿回政权呢 有没有发现 范兰呢 在军公教被打压的时候 都在抱怨 哎呀我们失去政权了 哎呀如果我们是拿回政权 怎么样怎么样 好 王金平大家误解他了 误解了几十年 说他是狼皮绿骨 这是不对的 王金平为什么他要标版说 他是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呢 在他标版忠贞的国民党员的时候 他宣布竞选的时候 要宣布出来参选的时候 他还一直希望韩国瑜会帮他的 可是韩国瑜最后不知道鬼死神猜 他竟然自己跳下来了 结果把韩国瑜把王金平晾在一边 那王金平现在里外不是人 现在反而变成了大家真正意义上的所谓蓝皮绿骨 但就是这样 王金平也没有宣布说要退出国民党 所以说这一届2020的台湾选举 中华民国的选举 真的是一个生死攸关 也真的是一个智慧的考量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常常都是王三喀多 他胜选 他显胜 他第一票当选 还有一个因素 为什么民进党老是当选呢 因为民进党他可以骂共产党 他越骂越有票 可是国民党为什么不敢骂 为什么不敢骂 你越不敢骂 你越被民进党说成是你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可是在台湾 谁最有资格骂共产党 只有国民党 国民党从1921年就可以骂起 骂到现在 可是国民党敢骂吗 不敢骂 现在政治不敢骂 才被国民民进党拿住把柄呢 说你是中共的同路人 你只要这次同路人 台湾人民都不认可 所以说很可惜 所以说国民党一定要拿出智慧 不单单要拿回2020政权 首先你的国民党内部 还要做一个很好的整合 很好的整顿 哈喽 是 你好 你好 请讲你有什么看法 你好 我谈谈个人的看法 好的 想法 郭台铭 我认为他不能当 选 选那个台湾总统 也不配 也不配 为什么呢 我看到新闻 那个 从三个 三 就是 三件事情 我觉得他真的不配 好的 跟我们分享一下 喜仙 喜仙说 喜仙说 是马祖 是马祖 马祖托梦 让他来 来参选 给他 参选 这种 骗人的 谎话 也能说得出来 他这个 平不行 第二呢 我认为一个 每一个政治的人 不会去相信 这种 就觉得多么的可笑 这种谎话 说得出来 这个 这个郭台铭 就不配 可以 投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 他这个 我看到 他跟那个川普 川普那个 见面的 那个 一张照片 是 那种 悲空 卑躬 屈膝的 那个 那个样子 那他那个 眼神 他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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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川普 但是又不敢 正眼看川普的 那个眼神 嗯 有 我有看到这个照片 嗯 是 有 有 这张照片 卑躬 屈膝 那个角度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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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躬 屈膝 那个样子啊 真是丢 我们中国人的脸 每一个 中国人的脸 嗯 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被公屈膝的 是 真的 不能这样子 这个角度 这个真的 有可能是被这个记者 故意的这个这个拍摄 也有可能啊 来 第三个呢 你认为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说 他那个 最近扬言就是说 怕什么 谁怕谁啊 那种话说出来 他就完了 嗯 我认为这个人 对 对 共产党说这个话 对我们祖国说这种话 谁怕谁 他这个 我一听这个话 这个整个联系起来 这个人真是完结 完结完蛋 不是不配的问题了 这个我 明白 我没人能行 这么一个 假如被当上 当上选上这个台湾总统的话啊 大家看着吧 结果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好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是这样 希望下次可以继续和两位来继续来畅聊这个台湾的问题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driver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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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